启示录第十二章记得说 龙向夫人发动去以其人额底战争 这额底就是那些手上帝决定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又任凭他们以圣徒战争 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各方各国 我们看到什么 龙随 撒旦魔鬼 向夫人 夫人就是教会 以他的其余额底就是我们这些人战争 这额底就是手揭命的 当到最后上帝会把权柄和棉梁分开 哪一个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 真的基督徒就会参加一个战役 假的基督徒就会拜这个龙和这个手 在他身上有龙印和兽印 这样的对象 哈米基督徒是拜兽的 和上性上帝的人的战争 第二 哈米基督徒就是魔鬼和圣徒的战争 然后我们看十三章第七点说 又任凭他以圣徒战争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方各国 然后哈米基督徒也是龙和羔羊的战争 他们同心特意将自己的权柄力量给纳授 他们要以羔羊战争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这羔羊的都是蒙昭被选有忠心的 阿们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如果我到时候在哈米基督徒都能看见到你 你就是上帝陀讲的 能遭被选有忠心的 而且这场战不是你去打 你根本不能打 你怎么可能的魔鬼打呢 圣经讲 这场战是上帝为我们打 阿们 我们来看看几个部分 当我刚才我给你讲那个 那个上帝跟米殿讲过的时候啊 是吗 那个米殿讲过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 我来给你看啊 为什么我会讲把基殿放出来的 因为 在圣经里面 当时啊 这个基殿也是在 跟阿玛利人打仗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 很奇妙的 在历史里面 这个战争是有存在 就是米殿去打阿玛利人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地方去战争 然后呢 还有就是另外一次 叫迪波拉 斯斯迪波拉 也带着巴拉去打 也是在这个地方的一样的战场 打你打赢圣战 还有记得吗 如果也读圣经 圣经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 以利亚就是在那个地方 怎么样的 这个地方 他米基多登这个地方 跟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对抗 最后上帝听他祷告 将火降下来 然后烧掉记录 当时以利亚就把四百五十个假先知 全部杀死 这些都是有历史的印证的 历史的记载说 到最后战争是谁会赢 上帝会 阿玛利人 所以你明白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video 关于你有看 我问我问你们一下 有多少个曾经有看过 阿玛利人的超级的 年轻的比较没有 阿玛利人都是在看 他也是阿玛利人 我们来给你看一下 阿玛利人的 阿玛利人的 而不是 不是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as the leader of a country but as a citizen of humanity 我们是 faced with the very gravest of challenges the Bible calls this day Armageddon the end of all things and yet for the first time 在歷史上的世界上 一種類似乎有技術的技術 為避免自己的死亡 你們全都在祈禱我們必須知道 那所有東西可以做到避免這個危險 是被呼籲到服務 人們的懷疑 你的文化是誠意 每一步到研究中的知識 每一步的機興趣合在空地 所有的我們的技術合環迷 和想像 甚至他的戰略 我們抑鬥哦 這壽鬥的戰鬥 就造成了 透過多個陶害 與我們 cache 通过所有的错误和疯狂 通过所有的疲惫和疲惫 通过所有的时刻 有一个东西 它们有充滞了我们的 souls 它们有充滞了我们的 species 它们是我们的居然 那是我们的勇气 的梦想的整个世界 这次是我们的四十个精彩的 souls 温暖到天上 那是你父亲 我们所有的国家 世界上看这些活动 我们在 At the end of the table 这个就是一场你的脑袋 对 六百万票房的 如果你要的话 你才去找他 整套的一支套戏 真的很好看的 也很感动的 总统出来演讲的时候 他说我们一定要面对全球的内面 不是美国面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不高兴 就是他 怎样讲 他已经是 歪曲了 哈米基多众的意思 哈米基多众不是 他这个套戏是讲人类 跟外星人打仗 但是真的不是 但是阿玛格拉是全球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 但是不是跟外星人打仗 所以 我们讲